近日,进球网评选出21世纪至今,足坛主教练排行榜,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利索重名帅摘冠。 他执教的每一支球队都推向新的高度,喜欢不断探索创新。 虽然,他自离开巴萨以来还未获得欧冠冠军,但拥有10个联赛冠军的成绩已经十分优秀。 第二名的福格森,成绩同样出众,他在27年间带领曼联获得了13个联赛冠军,5个组总杯冠军和2个欧冠冠军。 即使只算21世纪,他的成绩也仍然是众多名帅中的佼佼者。 第三名的安齐洛蒂作为唯一一位五大联赛全满贯主帅,也具有杰出的执教能力。 他看起来常常不动声色,但却经常拿到成就是名符其实的人士专家。 第四克洛普则将多特蒙德和利物浦唤醒,帮助他们变成竞争激烈,获胜的球队。 第五七达内采用自己的独特方法,在皇家马德里逆境中获得胜利。 他的笑容也可以解决几乎所有的难题。 第六幕里尼奥也没有被遗忘,在过去的执教经历中,他赢得了很多东西。 他是一位让主教练职位变为摇滚明星的人,且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获得自己的一方舞台。 虽然自2017年以来,幕帅未获重要奖杯,但是过往经历仍然让他成为特别的一个。 其他七至十位依次是西蒙尼、博斯克、恩尼克、孔定。